昔日女排最美队长魏秋月现状,退役后生活滋润,32岁仍美得不像话。 提前魏秋月,相信很多女排球迷都不陌生,作为昔日女排最美队长,她曾带领中国女排夺得2010年亚运会冠军,2011年女排亚锦赛冠军,2014年女排世锦赛亚军,2015年女排世界杯冠军以及2016年奥运会冠军等荣誉。 作为一个运动员,魏秋月在还未退役之前所取得的成绩,无疑是非常辉煌的,2017年退役之后,魏秋月转行从政,先后担任共青团天津市委副书记和天津体育职业学院副院长,这样的履历也是一般人不敢想的。 毫无疑问,魏秋月无论是作为一个运动员,还是从政都是成功的,而作为一个女人,她的感情生活同样让人羡慕不已。 早在2017年10月份,她就和相恋多年的中国女排助理教练袁玄灵溪正式步入了婚姻殿堂。 而如今魏秋月和袁灵溪结婚快两年了,感情一直十分稳定,唯一稍显遗憾的是,两人暂时还没有孩子,不过相信这只是早晚的问题,到了合适的时候,相信魏秋月和袁灵溪就会生下小灵溪或者小秋月的。 在去年的时候,魏秋月稍微改变了一下自己的形象,剪掉了陪伴自己多年的马尾辫,留着短发的她和此前赛场上英姿萨爽的她相比,少了一些知性温柔,多了一些灵动可爱,不过还是美得不像话。 如今魏秋月退役已经两年了,但是球迷对她的关注度依然很高,就前几天,她在抖音上发布的几个小视频也是引起了粉丝们的狂赞。 其中一个视频是魏秋月正在健身的,另外两个视频是她跟着背景音乐和节奏跳舞的,从视频中我们可以看出,魏秋月现在身材保持得很不错,相貌和运动员时期相比也没有多大变化,依然美得不像话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